大家好,今天老师要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如何询问对方的姓名 在我们跟别人见面的时候,我们会打招呼说 Hello,Hi 然后我们会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当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姓名的时候,我们会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对方会说,我的名字是谁谁谁 好,这个就是关于如何询问他人的姓名 在我们开始之前,老师带领大家看这一张图片 有人问这个小宝宝说,What's your name,你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这个小宝宝说,My name is 大宝 我的名字是大宝 我们再看这一张图片,也有人问这是一个女孩 有人问她叫什么名字呀,What's her name 然后有人回答说,Her name is 二宝 她的名字叫二宝 好了,同学们,这是关于如何询问这个女孩的姓名 我们用Her 我们再看,这是一个男孩,我们在询问她的姓名时候 我们用What's his name,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一般会回答用His name is 三宝 他的名字是三宝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一起开始来看看我们该如何去询问对方的姓名呢 我们看,我们在询问对方的姓名的时候,都是用What's 是What is的缩写形式,我们用What's来提问的时候,都是单个人的姓名 我们后边加的这些词是物主代词 物主代词,我们有第一人称物主代词,第二人称物主代词,还有第三人称物主代词 我们在询问对方的姓名的时候会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他的名字是什么,就是第二人称的物主代词和第三人称的物主代词 我们第二人称的物主代词是Your,表示你的 你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第三人称的物主代词有三个词 老师之前讲过他,他,他也是三个第三人称的单数词 我们这里的物主代词有第一个表示男的他的 是His,表示男的他的 然后表示女性的呢,我们用Her,表示女性的他的 最后一个我们表示动物的他的,用It's Its,记住这样的写法 Its,表示动物,植物,还有物体,他的意思 好,我们看这个句子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是对第二人称的对方姓名的提问 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们回答的时候要注意 要把第二人称的你的名字转化为第一人称我的 就是My name is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再看下边,如果是对第三人称单个人物的姓名提问呢 如果我们是对男性的姓名提问 我们应该用What's his name 他的名字是什么 回答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回答他的名字是什么什么就可以了 同样的我们回答是His name is 大宝二宝三宝这样回答就OK 如果我们提问的是女性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说What's her name 他的名字是什么 回答也是一样的 动物的他 我们说他的名字叫什么 我们应该What's its name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回答也是一样的 It's name is 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注意在这个提问的时候呢 我们只有对第二人称名字的提问回答的时候 要转成第一人称My name is 转成第一人称以外 在这三个第三人称的名字的提问回答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说为第三人称 His Her It's 仍然保持一致是第三人称 好同学们 大家跟老师一起看下边这几个examples 第一个 What's his name 他的名字是什么 这是对第三人称一个人的名字的提问 我们回答就直接说 韩式 His name is Peter 他的名字是Peter 然后我们看 Next A nice Kat 一只特别漂亮的小猫 What's its name 这里说到 他叫什么名字呀 我们讲过 It's 是宝盖头 动物 它 植物 或者是物体的它 我们用It's 一样的 我们第三人称名字 在回答这样的提问的时候 我们仍然用It's 他的名字是Princess 是公主 这只小猫的名字叫公主 它长得特别可爱 好同学们 大家现在跟老师一起做一下下边的这些选择 看一下我们的名字 看一下我们询问对方名字该怎样使用 The first one 第一个 Look at that boy 看那个男孩 我们要看 我们要问看那个男孩 然后就要问他的名字是什么呀 我们说男孩的名字 我们应该用第三人称物主代词 His来表示 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看下边回答用的是 She 是女性 她的 我们应该用 Her Her name 哪个是Her This 所以说这道题选C选项 我们再看这道题 I have a dog I have a dog 我有一只狗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问 这只狗叫什么名字呀 What's 狗 是第三人称 表示动物 我们应该用 It's What's its name 可以看一下 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老师刚才说要注意 It's的写法是I T S 选择 C这个表示 他的 sorry 他的 表示 宝盖头 动物 植物 或者物体的他 注意中间没有一小片 这个有一小片的呢 他是 It 跟 Is 的 缩写形式 大家要注意 区别开 记住 他的是 I T S 没有加点 表示 他的 What's its name 他的名字 是什么 好 同学们 大家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 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主要讲 如何询问对方的 名字 我们看在询问对方的名字的时候 对第二人称询问的时候 我们要用 What's your name 回答的时候 我们要把第二人称转化为 第一人称 My name is 谁 谁 谁 然后这个是 第三人称的物主代词 第一个黑字是指男性的 第二个指女性的 最后一个指动物的 植物的 还有物体的 他的意思 这第三人称在回答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对应起来使用 就 可以了 只有第二人称的时候 变成第一人称来回答 好 同学们 我们这节课主要就给大家讲 如何询问对方的姓名 大家课后可以跟自己的小朋友 多做几组练习 好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See you tomorrow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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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